回到新闻现场来关注这起停车纠纷 台中有民众开车到连锁停车场 明明外头还显示有一个空位 本来还觉得自己很幸运 但开进去绕了一圈 才发现这个停车场早就被停满了 更离谱的是他必须付20元的费用才能离场 让他直呼进场短短不到三分钟 车没停到还得付钱 痛批业者根本是诈骗集团 而当时民众想要透过场内的对讲机跟业者联系 但也都无人回应 民众开车在老婆小孩找停车位 由于吃饭时间一味难求 发现路旁一处连锁停车场 入口显示还有一个位置 赶紧把车开入场 没想到 绕了一圈没有一个车格是空的 民众只好把车开出去 却还得先支付20元费用 准备出场前入口处又有车辆要停进来 赶紧警告对方别当冤大头 没有车位了 进去就要20块了 整件事被分享到网络社群 有网友逗趣的表示 这个停车位可能跟国王的心意一样 一般人看不到 或是过路费的概念 还是说停车场也开始有低销 惊呼夸张不合理 记者时机来到这个停车场 发现目前停车场内只停了三辆轿车 但这里总共明明只能停30辆轿车 但外头的显示器却显示剩余车位 有28位多出一位 但当事人表示第一时间 有透过场内对讲机联系三次 都没有人回应 最后才决定缴费离开 小保官建议民众下回碰到类似情况 还是要收集证据并主动申诉 才能协助业者进行改善 避免持续有人受害 今天是黄建民台中报道